《大三和弦》 《大三和弦》的同学可以先看一下基性伴奏教程的第二集 我们在前几集视频中介绍了大三和弦的结构 并用三个大三和弦C F G开启了基性伴奏之旅的第一步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剩余更多的大三和弦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二集中提到的 如何快速地在键盘上找到大三和弦的方法 那就是以任何一个音为根音 隔开三个琴键找到三音 再隔开两个琴键找到五音 这三个键盘就构成了以第一个琴键为根音的大三和弦 如果觉得这样找还是不够快的话 我们可以按结构手型对所有的大三和弦进行分类 来帮助大家记忆 它们分别是全白系列 也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C F G三个大三和弦 和白黑白系列 它们分别是A大三 D大三和E大三 我们只要为这三个和弦分别加上降号 就得到了第三个系列黑白黑系列 它们分别是降A大三 降D大三和降E大三 以上每个系列中的三个三和弦在键盘上的排列方式 和演奏师的手型都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系列中的三个三和弦 放在一起进行练习 除了简单的注释分解外 我们可以用一首钢琴曲的开头部分当成练习曲 来帮助我们快速地掌握 熟悉以上三个系列的大三和弦的演奏方法 童年的回忆是理查德·凯莱德曼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它的钢琴作品以通俗易懂著称 并为大众喜闻乐见 同时它也为推广钢琴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很多爱好者都是为了学习一曲梦中的婚礼 而开始学习钢琴的 在音乐理论方面 它同样为三和弦这项乐理知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它的作品中绝大部分都只用了色彩单纯的三和弦 童年的回忆原调为G调 今天我们把它分别移植到C大调 A大调和降A大调上进行演奏 这样就可以按键盘结构和手型的分类 来练习以上提到的每一个系列的大三和弦了 反复弹奏后一定会帮助大家加深对三和弦 以及手型分类的理解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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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 天下各占三分的大三和弦 想象成三国演义中的位属无的话 那么剩下的还没有被分类的大三和弦 就只能团结为群雄了 它们分别是深F大三 也就是唯一的一个全黑的大三和弦 以及B大三 唯一的一个只有根音才是白色的大三和弦 简称白黑黑 以及降B大三和弦 唯一的一个只有根音是黑色的大三和弦 简称黑白白 由于全黑 白黑黑 黑白白 在所有的大三和弦中 都是读一五二的 所以群雄系列的这三个大三和弦 我们只能单独记忆了 我们把第三集中 为Try Everything伴奏的各种手法 移植到今天的课程中 并把其中的C F G 分别替换成A D E 降A降D降E B E升F 以及降B降E F 这样我们就练习到了所有的大三和弦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Try Everything的A调版本 降A调版本 B调版本 以及降B调版本 供大家练习使用 接下来我们用A调和降B调版本为例 来分别为大家示范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I'll always get up now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ed Without yet Anyone 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 Till I reach the end Then I'll start again No I won't leave I wanna try everything 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an't fail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I'll always get up now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ed Without yet And they won't 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 Till I reach the end Then I'll start again No I won't leave I wanna try everything 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ould fail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 使用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作为实例了 感谢Judy2连续三期陪伴 我们完成了大三和弦之旅 要say goodbye了 是不是有点不舍呢 没关系 在以后 会有更多的朋友 被邀请到我们的 激情伴奏课程当中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内容 我们把12个大三和弦 分为全白系列 白黑白系列 黑白黑系列 以及群雄系列 我们把童年回忆的片段 当成大三和弦的练习曲 来反复熟悉键盘的结构和位置 最后 我们把之前练好的 try everything的伴奏中的 C FG 替换成其他 今天新学的大三和弦 来重新为该曲伴奏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